原來小代他什麼樣的特質 可以成為我們MOD代理人呢 我覺得小代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我希望他是一個代表 就是說有實力 很謙卑 面對勝敗其實都把它當作清場事情 然後持續再努力 最主要是多道理 那真的非常多年輕人 就是什麼也不是 可是不告暢不理 然後小代不是 小代真的非常好相處 講得都對嗎 我應該是比較害羞一點 打球不下 打球不害羞就好 打球不害羞 平常害羞 私下蠻害羞的 謝謝兩位從我們代理人 當然今天呢 大家一定跟Danny是同樣的問題 最後為什麼你脫衣服啊 這中間一定有一些涵義吧 沒有啦 因為 拍這廣告的時候 那個到最後的時候 我跟那個導演 知情的導演講說 那個尾巴好像缺少一點的衣服 一直在拉衣服 就一次好像比賽衣服不太對 有袖子的 他就拍一張來撩住 拍一張去撩住 我是覺得那時候在看那個書 覺得說 台灣派出去的代表 難道不能給他一件像樣的衣服嗎 一邊就穿褲 哪怕蠻撩的 所以那時候有一次在 我的臉書上講這一次 還有很多人發派 所以我就把他脫下來 那時候好像拍了一兩次 因為導演也是跟我講說 你脫太多了啦 這個路點沒有人喜歡看 兒子上的身體 對 我可能很常 就是訓練跟 在國外的時間很長 像我回到台灣 就是會 有時候會比較沒有時間 可以去看想看的電影 然後我就會在那個 就是單點電影裡面選 我想要看的電影 或者是卡通這樣 卡通 對 小蛋你看卡通 大靈請好不好 大靈請他講兩句話 好 請他出來吧 好 我是老師歡迎神秘嘉賓 你在哪裡 小野導演 歡迎小野導演 歡迎小野導演 好煩喔 大家好 我是導演 我年紀比較輕啊 看火箭就要打 火箭啊 勇士啦 騎士啊 什麼 我就打籃球 我就跟年輕人打籃球 所以這部分我還是比你年輕 那小野導演 你那麼年輕 應該認識旁邊那位 球后吧 他是 我今天來的目的不是為了 蛤 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相看兩相宴 很不想看到對方的臉 因為我們在中影上班 八年 面對面九年 八年 後來就在他後面 貼了一張日本女兒的A 背包 親目親美 等一下我沒有貼一個A D 這個背 那一次你打球的時候 麥克風 好帥 他打球 他打球是這樣打 非常輕鬆 而且我看的時候一點沒有壓力 因為我知道他會贏 他不是說贏 所以我看起來非常輕鬆 他不是這樣子 中間的相機 像左邊在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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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大背一下 太嚴肅了 中間大背 一座 中間大背